因為行車糾紛在桃園上演全五行 昨天下午點多貨車在巷弄裡頭在現貨 結果造成整條路交通大打劫 後方其他駕駛幫忙上前指揮交通 沒想到跟右路人發生了衝突 當街開打 警方到場進行調解 但是調解不成 雙方都說要提出告訴我 車輛全都堵塞在巷弄內 車陣中好幾人在路上大打出手 有騎士見撞趕緊迴轉閃避 其中一名女子伸出絞翠對方 一旁男子也出手對對方一陣猛打 雙方扭成一團 一旁男子出面制止把三人都拉開 不過雙方火氣還是很大 但到底怎麼回事 事發在26號下午5點左右 桃園一名貨車駕駛在永福街上卸貨 導致交通堵塞 讓後方一名駕駛上前指揮交通規權 過程中卻釀成衝突 雙方還在街上大打出手上演全五行 安靜警方道場處理 雙方不提傷害告訴 警方受理後將寒送桃園地方檢察署震盪 雙方都決定要提出告訴 不過行車糾紛卻在路上大打出手上演全五行 實在也讓用路民眾很頭痛 記得林朱強桃園報導